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话股的撑盘 不管从港股包括日本 包括台北股市 基本上都有实话股来做撑盘 所以整个实话股的周期往上 也使得全球股市 在科技股崩跌的颓势之下 得到一点喘行的空间 实话股的大涨跟科技股 为什么会大跌 这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在过去几个交易当中 或过去几周当中 我们在今天部分 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到 做多原油放空科技股 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 财富转折的起点 我们先讲原油 再回来讲科技股 原油市场在昨天晚上 突破了80块美金 尤其以布兰特原油做关注 创下了三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天 过去提醒大家注意到 第一个突破短期 最近的一次是72.7 作为原油关注的停利点 停利点 因为应该从底下做上来应该是停利的问题 每一次我们对于原油乐观 你都买一口或买五口或买十口的话 到现在为止你可能满仓是原油 到了9月26号我们提到了74.8 叫停利点 原油怎么看一路往上 商品之王 商品通胀的最后一半看原油 怎么看74.8作为停利 假如74.8跌破 我那天在节目讲就去死吧 74.8就把税不会全抛掉了 74.8不仅没有来回撤 而且进一步占上80块 所以目前对于商品通胀的最后一半 原油做观察 它的停利点拉高到77.5元 是从形态面 我们一步一步往上来进行追踪 那油价会就突破 最特别是昨天晚上OPEC Plus的 第21次的部长级会议 那昨天晚上召开这个会议 最特别的地方是整个会议 总共的时间不到25分钟 而且在会后是连续第2个月 第2个月没有进行新闻发布会 那成员国还是把原来在7月份 OPEC Plus 在整个大规模减产的背景之下 为伏的减少减产就是增额 所以10月份只是恢复 其中减产超过400万档当中的 其中40万档 所以增产的数量跟配额 是严重的跌于市场预期 尤其在上个月 美国白宫对于中东国家进行了喊话 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够适度的增产原油 来评议油价喷出引发的物价膨胀 可是我们看这次会议当中 不管是沙特还是俄罗斯 并没有理睬美国白宫 包括拜登的呼吁 继续维持自己的步调 甚至OPEC把2022年的全球经济展望 跟原油需求大幅的调降 所以他们自己找一个理由 就是需求不好 而且新冠疫情会不断的扩大 所以基本上需求不好 我们也没有更多增加空气的必要 基本上就是自己搭了一个舞台 然后自己唱戏 所以我们看到OPEC的不愿意增产 使得油价在昨天晚上最关键的时候 做出了喷出发展 所以油价在昨天形态的突破 主要原因就是OPEC Plus的一个会议 那么回顾过去的发展 时间就慢慢接近一年了 回想我们去年对于原油的观察 应该是从10月底原油在42块来进行掌握 我们今天小编很辛苦 把我们去年节目底下的留言 随便挑几则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看到去年在包括11月份 油价从42块到47块 我们跟大家提醒原油正式转强 当时有这些好朋友们提到 疫情期间散户很疯狂 散户们把油价硬生生的拉抬到45块美金 需求看不到这波韭菜后面恐怕会很香 有些金钱报的观众基本上不认同我们对油价看法 还记得我们怎么看到油价的吗 不用管供需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相信石油会涨价 我们坚持了一年 因为石油上面没有散户 一句话筹码在主力手上 再大的利空不会跌 筹码在散户手上 再大的利多不会涨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原油 也适用于航运股身上 筹码在谁的身上会决定股价是向上还向下 所以到了12月15号我们特别提到 油价真的会升吗 这个我不太相信 我们就网友继续回忆此 油价不断突破 我们不断追踪 在去年1月份的时候油价提到 世光当时在56块算一个测幅 测幅满足当时我们预估是每一桶会来到85块钱 今年年初我们曾经计算过原油的涨幅满足 是来到85块钱 当时当然不可思议 所以就有观众来嘲笑我们 看好原油上85块钱 你就赶快认错 你就赶快等着我认错 原油上涨股市还会跌吗 就这边提到酸世光 反正我们做节目 世光做这个节目你做2700集 也不怕那等着瞧 为什么我会活下来 观众这市场会活下来 那一定是老手甚至是高手 为什么会成为台湾最大的 或华人圈最大的YouTube的频道 观众我们以营业收入 这是Google几乎是认证 专门Google跟YT团队辅导我们 YT团队不辅导馆长 不辅导鸡排妹 还会辅导我们金钱包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全华人圈 不管是财经还是圈领域 应该是独立IP最大营收的频道 所以我不怕你挑战 我们可以用时间来验证 观众一波一波让你验证 后面还提到 不相信原油上涨可持续 所以对于原油的看法 是非常悲观的 到了5月21号就开始有人问 原油利空不跌还追吗 到了4个月之前 他们说这波商品跟实用行情 我都没有赚到钱不改买 甚至到了910910号频道 释放库存控制通胀还会涨吗 其实我提到原油的上涨 其实供给需求两端 用非常简单逻辑做观察 供给的垄断跟需求的低弹性 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 尤其供给垄断的行为加强 它自然而然就像是推满了 柴火的行情一样 等待一根火柴就足以点燃了 我们中间的确有做过多空的反复 但始终我们在每一次转强之际 都跟大家提醒原油 原油它非常值得做重要的关注 不管是对于通胀的最后一半 不管是原油最后喷出 对于股市的影响 我们不断的提醒 不管是津贴感的订阅户 可能讲的更多 金元报我们也不利于分享 给免费收看的好朋友们 我们不断提醒原油的行情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的OPEC Plus会议 跟9月份有什么不同 上个月份是第24次的部长会议 这个月份昨天晚上 是第21次的部长级会议 其实上一次会议就非常特别 这个社讯会议不到一个小时 就快速结束 而且没有会后的新闻发布会 昨天晚上效率更快 25分钟就讲完 扣掉迟到扣掉早退 扣掉喝水 扣掉聊天的 这个会议基本上来讲 就是OPEC的成员国 没有任何其他硬件 快速通过 而且把9月份的两项说明 缩减成一项 也就是没有什么好啰嗦的 这个方向就直接往一个地方 往财富自由之路而迈进 所以我们不断的提醒大家 要特别注意原油的一个影响 不单单是做投资或投机 而是原油价格不断走高 它对于利率影响 对于通胀影响 甚至于科技股的估值 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看这个时候 出现了另外一波嘎空的发展 就是欧洲跟美国 因为天然气价差拉开影响 在这几天路透社的报道 有非常多大型的商品交易平台 出现了保证金不足 也就是被逼空的亏损 这不仅是账面上亏损 也不仅是保证金的追捕 是整体的保证金出现了严重不足 这事情怎么发生的 因为我们看到全球像商品 不管是油跟气 其实是可搬运可运输的 所以常常委交易就是做套利 不管是欧洲的天然气 还是美国墨西哥外的天然气 他们会有一个合理的价差 什么叫合理价差 但是价差过大的时候 可能美国天然气就运到欧洲去了 当价差过小的时候 可能欧洲天然气就可能会给 美国天然气产生价格压力 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 随着欧洲天然气喷出 而美国天然气还涨 所以很多交易员选择在高点 在泡沫跟喷出的天然气价格当中 进行放空的行为 怎么做避险呢 就是反手做多西德州或美国的天然气 可是我们看到做多的部分有涨 可是放空的部位嘎更凶 所以出现价差不断扩散的变化 而这个扩散引发了保证金的严重不足 所以我们看到 目前欧美天然气价差的拉开 使得非常多的投资人或是避险基金 甚至交易平台出色了严重逼空 嘎空跟追捕保证金的动作 影响会多大 我们就要持续关注 因为我们在昨天节目特别提到 9月份我们收市率唯一最差一级 就是提到的二氧化碳 碳权碳碳碳碳配额问题 观众朋友对这个问题可能不重视 大家知道因为我们提到商品偷胀 第一波接近尾声 未来看到的是结构性通胀 而这个结构性通胀有很多是交易环境的改变 包括一体化全球化的破碎 另外就是我们加租的一些成本 包括能源成本 碳权跟碳配额 它都有货币成本 而这个货币成本会成为结构性通胀 尤其是能源结构性通胀 一个非常重要推升的力量 所以我们特别提到 这次天然气跟石油价格大涨 其实很重要被嘎的原因 就来自于碳权跟碳税 转嫁到消费者手上 转嫁到消费者手上 全球石油商就那三家那五家 用石油用天然气的那三亿人五亿人 供应商就是三家五家 发电厂三百家五百家 消费者三亿人五亿人 这个生意你觉得石化厂商 或是发电厂商它能不转嫁吗 由在西方这种自由的市场价格机制当中 轻松转嫁 因为需求者跟供给者 买方跟卖方的谈判机制 是完全没有优势 消费者非常弱 而发电厂或是发电厂 背后的石化厂商 它的力量非常强 所以在西方这种市场 自由的价格机制之下 轻松的转嫁所谓的制度成本 就是所谓的碳税 或是碳配额的货币成本 所以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要注意到 这个成本转嫁会非常明显 而且加倍奉还 尤其是过去这几年 这个石化产业被所谓的绿色组织 温室效应的政策舆论风浪 打压的一塌糊涂 人人喊打 人人喊打 感觉真的是黑金 做油做气的 感觉就是破坏地球的 最可恶的恶人 这是加倍奉还 我做恶人可以 可是要做恶人代价 而做恶人的代价 是转嫁给那些指出 他们是恶人的消费者 好我们看到 我们以台湾为地 台湾地球为地 因为台湾基本上 是一个非常左派的地方 你不要以为台湾讲自由主义 台湾是一个非常左的政府 甚至比对岸的政权还要左 什么全民建保 包括了油电价格 台湾超级左 就是蒋介石 既宇宙既既既之生命 翻过来看都是毛泽东语录 你知道吗 对外讲一套 对内全部是要社会主义方法 在治理台湾地区 我们看一下台湾地区越左 所以可以做一个指标 我们要从台湾唯一的天然气 进口的合法厂商 中国石油 就是台湾的中国石油 再看到台湾唯一的电力供应商 台湾电力 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昨天台湾中油表示 上半年赚了上百亿元 赚了一百多亿 可是光是八月跟九月 两个月时间把家底赔光 上半年的获利 已经把在两个月之内赔光了 而且还不够赔到去年的获利 而且获利侵蚀跟亏损的幅度 还正在不断的扩大 为什么 观看我们看中油的台湾中油 进口天然气的成本 正在快速的走高 从每一桶 以原油价格为例 从二三十块到九十块 天然气涨幅更大 五倍到八倍 我们再看到台湾电力公司的发电成本 我们来对比一下 一月份跟八月份 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为止 台湾电力公司 在中油牺牲涨价幅度的背景之下 中油不能涨价 因为中油转价给他唯一客户台电 就是中油进口天然气 他是唯一合法厂商 他的最大客户就是台湾电力公司 天然气发电 因为中油不能涨太多 中油涨太多台电就要破产 所以他就牺牲了涨价 外面涨13% 他只涨3% 外面涨30% 他只涨5% 中油先牺牲了 中油牺牲的获利和产生亏损 我们看台电台电的燃煤 台电的燃气成本 过去这八个月涨幅 成本都超过了一成 都超过一成 这已经是中油用主产 用棺材本的基础之下 台电的发电成本都在快速的走高 都在快速走高 所以以台湾为例 一个油价 气价 电价 被政府严格管制的地区 我们都看到 目前中油已经受不了了 8月9月 上半年把去年的一次赔光 台电目前的亏损压力 也开始逐步的禁逼 因为中油受不了了 就要转嫁给台电 各两人保一队 基本上都跟着倒霉 所以我们光从台湾地区 这个极度讲求社会主义的地区 这真实 这个严格控制油电气价格的地方 我们都看到 其实已经出现了 负担不了的发展 这不是嘎空交易商 也不是嘎空台湾地区的 油 气 还有电的生产厂商 而是大家对于碳排放 碳清零政策 所必然付出的成本 这个成本不是只有碳权 也不是只有碳配额 还有更大的货币成本正在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是不断的膨胀 在这时候我们看到 蓬勃大宗商品指数 在昨天晚上又涨了1.1% 在原油天然气的带动之下 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新高 2011年来新高 2011年油价每桶还是在三位数字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商品都在走高 这一波包括天然气 包括了汽油 柴油 原油 全面的喷出 近年来涨幅都非常惊人 另外我们再观察 过几年我们就要特别提到了 包括了棕榈油跟玉米淀粉的价格 也正在蠢蠢欲动 为什么忽然讲到棕榈油跟玉米淀粉 对一般观众比较陌生 大家可能不了解 棕榈油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原料 包括了肥皂 包括我们吃的素食面 方便面 泡面 泡面最大成本不是面粉 也不是包装 最大成本是榨油 就是棕榈油 我们看到玉米淀粉 运用更广泛 玉米淀粉跟棕榈油价格 都在逐步走高 很重要的原因 天然气走高产生了替代效应 原油价格被天然气拉动 原油价格走高 产生替代效益 所以很多的生殖原料 生殖的能源也跟进走高 包括了西方最重要的乙醇来源 以北美 南美为例 是玉米 欧洲大陆过去一段时间 是进口东南亚的棕榈油 进行生殖能源的主要的配料 现在从气到油 到玉米淀粉到棕榈油 都看到它出现一个螺旋性的发展 油价格上涨 只是影响交通成本 可是棕榈油价格上涨 它影响的就是民生消费品 玉米淀粉上涨 它影响更广泛的民生消费品 好 讲到这边我们就回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没有股市 科技股的大跌跟重挫 目前科技股已经跌破颈线 未来几天应该会在颈线附近 来回挣扎 所以我们提到科技股的主跌段 是不是即将开始做运量跟准备 红色是跌的 绿色是涨的 很明显看到以石化能源为主的 产业类股板块 在支撑没有股市 而科技股跌的是一塌糊涂 稀里哗啦 好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从7月份开始 我们用黄金1795作为一个滤网 来观察科技股跟成长股的极限 摸顶摸太多次了 这承认了 每一次我们用估值 用风险看待没有股市 每一次它都不断创高 这世光大方承认 但市场不断突破 就代表世光很多的看法 虽然专业 虽然保守 可是结论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不断的求新 也希望求变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照顾到 爱护金钱报这十几年的观众 所以这次我们突破 我们把实质利率 透过黄金1795作为一个指标 作为一个观察的方法 来再度预测科技股的底点 从7月8月9月到现在10月份 好 我们再跟大家分享 其实事实上我们在过去时间 在第一个部分 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关注 就是整个从实质利率的变化 从实质利率的变化 来看待黄金的价格 从黄金的价格来预测 实质利率的发展 很明显的跟科技股的估值 出现一个高度负相关发展 科技股的估值 来自于未来的现金流 而未来现金流 如何计算成估值 关键是折现率 而折现率最重要关键 就是实质利率的变化 实质利率越高 折现率越高 折现率越高 未来的现金流 折回现值的估值就会越低 所以我们看到 实质利率跟美国科技股 乃至于全球科技股的估值 绝对是负相关的 怎么看呢 很复杂 所以我们用黄金的1795 作为一个滤网 因为黄金的走势 常常会领先于实质利率 所以看黄金 做科技股 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注跟发展的指标 最后我们看到 好事 货不单行 服务双至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 Facebook拉闸限电 拉闸限电很多 Facebook现在也不能交代 为什么昨天晚上 会出现全球断网的影响 是不是也是拉闸限电 很多人在拉闸限电 所以使得Facebook 昨天是成为整个科技股 下跌的一个风暴跟影响 甚至Facebook被迫到 他的竞争对手 推特上面发表道歉声明 好 观众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现象跟变化 全球紧绷的供应链 跟过去长期低成本的运营 出现了非常高的毛利 出现了非常高单位的成长性 可是在面对全球化破碎 一体化分裂 再碰到了整个供应链 很多地方出现了垄断 出现了寡战的障碍之下 这个世界 这个事件 才刚刚开始 就要提醒大家 美国现在受到债务上限 仍然没有受到国会通过影响 使得过去几天 过去几周 还有未来几天 未来几周 美国的债券供给量是放缓的 那债券供给量放缓 对于债券价格是利多 对于利率是利空 你要特别留意 对于债券是利多 可是债券利多不涨 对于利率是利空 可是利空不跌 等到美国债务上限 一旦通过债券的供给 重新恢复的时刻 那就是另外一波科技股 阻跌段的启动 好分享给大家 好我们绣下怀疑要讨论什么 讨论更深的 分享给今天一感 就是诺贝尔想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这个专题 因为我觉得 在人类不管是自然科学 跟社会科学的顶端 前沿的发现跟发明当中 我们都尽可能的 跟大家来分享 一些最新发生的变化 从这一次诺贝尔的一个医学奖的得奖 两位人 包括了不管是从通道 还是对于痛觉跟触觉的发现 又跟我们理财有什么关系 自然科学的突破 能不能在我们投资理财 在经济 在管理 社会科学会引以为鉴呢 我们秀一下 回来从诺贝尔医学奖 这次两位桂冠的得主 他们所做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跟发现来看看我们的投资 下一步应该怎么来接近